今集,我們踏足全歐洲 最大的華特納冰川 親證華特納冰川溶化情況 足足有三成的冰川已經溶解了 進行多項測試 1.7度,攝氏 親眼目睹,大量防冰湧入大海 冰川正在溶化,有可能會永遠消失 關愛地球,繼續冰天動地 在華特納冰川附近的酒店住了一晚 第二天,我們正式出發去華特納冰川 整條公路只有我們一輛車 走了一小時 我們都看不到有另一輛車的出現 兩小時後,突然有一座非常大的雪山 在我們面前出現 我們相信 這就是全歐洲最大的華特納冰川 在我們後面的就是華特納冰川 1996年,這裡曾經有火山爆發 洪水把大量的火山灰、碎石 甚至是冰塊衝到這裡,阻塞了公路 當時當然是造成不少的經濟損失 這些冰塊需要兩年的時間 才融化,令公路重開 不過對地球更大的損失就是 我們又少了不少的水源 華特納冰川是冰島最大的冰川 它覆蓋冰島百分之八的面積 有八千一百平方公里 差不多八個香港那麼大 它不僅是歐洲體積最大的冰川 也是世界第三大冰川 華特納冰川的冰層 平均厚度有四百米 而最厚的冰層更加有一千米厚 來到華特納冰川 我們即時找到暖化的痕跡 好遠那裡有兩個U字形的山谷 都是被冰川切割而成的 可以想像到當時的冰川 是可以達到山谷的頂部 我們現在看到冰川 只是到山谷不到一半的地方 這個也是全球暖化 令冰河慢慢溶解的一個現象 冰川向前推動的時候 會產生巨大的力量 能夠將原本V字形橫切面的山谷 畫得更深、更廣 變成一個U字形橫切面的山谷 雖然短期的冰川溶化 會為冰島帶來若干的利益 例如增加水力發電量 現場耕作期 而冰島的農民 還有可能首次在冰島上 成功地種出小物 不過這些蝦微的利益 絕對比不上它帶來巨大的浩劫 冰川溶化 意味著海水水位將會上升 迫使全球多處低蛙地區居住的人民 需要搬去地勢較高的位置居住 情況更壞的話 大水將會淹沒這些低蛙地區 以及一些島國 造成極之嚴重的人命傷亡 而近日冰島政府發出一份報告 指出受全球氣候能力 對於溫暖化的影響 華特納冰川的冰層厚度 正每年減少一米那麼多 所以科學家都密切地留意 華特納冰川的溶化情況 我們走近一點去看 發現華特納冰川下面 竟然有一個非常大的湖 這個就是華特納冰川下面的 結古沙龍湖 這個湖的湖水 也是溶化了的冰川水 最深, 差不多有100米 為了進一步了解 華特納冰川溶化的情況 我們就坐這種特製的水陸兩用船 橫渡結古沙龍湖 直達華特納冰川的邊緣深入了解 我試了一口結古沙龍湖的湖水 發現湖水竟然是鹹的 通常湖水都是淡水 為什麼結古沙龍湖的湖水是鹹的呢? 聽陳龍生教授說 原來結古沙龍湖除了在華特納冰川底之外 它還跟大海接壤 而海水的溫度和鹽度 亦都對結古沙龍湖有影響 現在儀器顯示水的溫度大概是1.2度 而含有的鹽份成分亦都相當高 等不等於大海裡的鹽度? 一般淡水裡面顯示的數值大概是1,000左右 現在我們是超過1萬 因為它是接壤大海 水的成分已經被海水的鹽度加濃了 所以基本上是超出一般 我們食用水的鹽份的含量之外 不過很可惜, 由於全球暖化 由1980年代直至現在 足足有三成的冰川已經溶解了 人類的天然食水來源又少了大節 剛才在岸上已經看到浮兵 不過現在在船上 近距離接觸到浮兵 真的覺得它們很漂亮 就像一件件雕刻出來的藝術品一樣 這裡的浮兵有上萬年的歷史 這次我們真的很幸運 可以一嘗這些萬年兵的味道 先試試 無雜質的順冰川水 好吃, 但我的手很冷 我發現它很乾淨 在船水裡也吃了 我不用問一下 是不是? 你這樣就說不一樣 也用在船水過程上 就說不定了 在船水rors裡 when水中變化 我手說不定了 船水格 但是真是要安身 你 proximity 身有武術的 在船水中 走不定了 我最喜歡的是 魔術的 你不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些冰是很橫的一層層 那些層層可能要用很多年 很多時間, 很多壓力 原來在一個很深的冰川裡的原本 但是今天都被我們看到了 你想想, 已經用了多少 我們人類對這個地球 應該是敬畏而不是欺凌 我們現在不斷地租賊我們的地球 有之一日, 我們可能是會 到一個無可回頭的地步 我希望大家真的認真想想一下 究竟我們可以為這個地球 出一份什麼力量 是令到保障我們以後的子子孫孫 都可以看到我們今天在這個位置 看到一個這麼美麗的一個景碼 華特納冰川和結古沙龍湖 我第一眼看到的時候 覺得它有一股很磅駁的氣勢 也都令人體驗到大自然的偉大 但這種氣勢能夠維持得多久呢? 如果我們繼續殘忍地對待我們的地球 我相信很快很快 它們將會在我們面前消失 在這一刻, 我們是否應該要想一下 為我們的地球做出什麼事呢? 我要先準備好地球做出來 一直吃進去 我現在在這裡 我太親愛了, 哀威 你會吃進去 我去吃進去 那一個親愛去 然後我來一個親愛去 的健康 挺好 這是有的 給你親愛, 自我太親愛的 我們是冰天動地 本身摸一下 很大塊冰川的冰, 摸一下 好, 乾杯 面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危機 我們一定要作出選擇, 別猶豫 如果我們不當機立斷 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 地球很可能就會跌入 一個萬劫不復的景地 到底哪一條道路才是正確呢 全世界的科學家 至今依然無法 對有關的問題達至一個統一的共識 這次我來到挪威 就是希望為自己找到一個答案 在2007年的世界環境日 挪威以冰川消融, 後果堪憂作為主題 向大家解釋冰川的重要性 在極地和高山地區 氣候嚴寒, 常年積雪 當雪層增加, 冰的結晶越變越粗 密度就會因為空氣體積 不斷減少而增加 最後形成冰川 這個過程 發生在至少一萬年以前的冰河時期 象徵著地球在很久很久之前 並不適合人類居住 其實應該是這裡了 應該差不多了 我猜是到了, 但不知道為什麼 看不到 冰山 你看看這裡 有一張關於冰川的歷史的海報 我想應該到了 不如我們去資訊中心 問問我們怎樣去吧 那邊? 好 可以問一下這裡 好, 好, 好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嗨 我們需要幫助 因為我們想到河山 但我們不知道哪個方向要走 對方向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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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道路 還有一個小道路 到河山 這就是2.5-2.6km 2.6km 對 挺長的 我們可以搬那些汽車嗎 對, 你也可以搬那些汽車 然後你不需要太長時間 我明白了, 好, 我們搬那些汽車 今天我和Angel來到 非常有名的Bristal冰村 希望可以對冰河時期的氣候 問題有更多了解 冰村分佈在全球超過47個國家 覆蓋了地球陸地面積的一成 同時亦儲存了地球上淡水總量的七成 我們由急速的河水逆流而上 應該很快就會看到我們要找的冰村 我看到冰村了, 就在上面 由於山路太狹窄, 登車車不能駛上去 司機跟我們說, 由這裡開始步行 大約半小時就可以去到最接近冰村的位置 Ristal冰村是歐洲大陸最大的冰村 約斯特達爾冰村的其中一個部分 同時亦是挪威溶化得最快的冰村 我們在山下走上來 沿途可以看到很多瀑布和河流 就是冰村溶化所造成的 這裡就是Bristal冰, 就是這樣流下來 所以這些水全部都是流下來的 冰村對地球環境很重要 冰村和高山的積雪可以反射部分陽光 冷卻地球 不過隨著冰雪消減 地球吸收的熱力增加 令更多冰雪溶化, 造成惡性循環 北極變形的速度 更加是全球平溫速度的兩倍 是地球的氣候警報系統 其實冰村又會有溶化, 又會增加 通常冬天下雪的時候會增加 夏天的時候會溶化 所以冰村其實… 有時會增加, 有時會增加 對, 看上去的總面積 究竟是冬天累積多一點 還是夏天會溶化 我們現在走的路 以前全部都是冰 而這裡這麼獨特的地形 也是因為冰村流動和消退所造成的 我們一直走一直想 到底是大自然的威力較厲害 還是人類的力量更加強大呢? 大自然用了無數歲月 來創造這麼奇特、宏偉的景觀 而人類就可以用很短的時間 建成摩天大流 在有一世紀之中 到底是大自然影響人類 還是人類影響大自然呢? 很漂亮 倒影了 水很清淡 冰村的正面有一個天然的冰村湖 湖水就是由山上的積雪 和冰村溶化而來的 湖水不斷上漲 象徵冰村不斷溶化 再過多幾年 或者這個地方就不再叫做Bristal冰村 就叫做Bristal淡水湖了 我想摸摸一下 很冷… 很冷… 很想拿那個… 很想拿那個冰 湖面的浮冰 是山上的冰村掉下來的 這個現象每一年的夏天都會發生 分別只是多還是少 當地的居民告訴我們 冰塊的數目一年比一年多 冰村就每一年都退後一點 這個情況是每一個當地人都知道的事實 很厲害, 冰村的冰很大塊, 先摸一下 對, 很大塊 你看到裡面有些氣泡嗎? 對 其實這些氣泡對科學家來說很重要 因為他記錄了當冰村形成的時候 那個年代的空氣 靠著這些空氣 我們可以推算那個時候的氣候是怎樣 這麼厲害? 對, 所以這些很重要 其實我們怎麼知道冰村曾經到過什麼位置 其實冰村會留下一些痕跡 例如我們現在站在石頭這樣說 其實你看到上面一條條橫的 就是因為冰村曾經流動過的時候 會帶一些沉積物 這些沉積物會跟岩石有磨擦 形成一條條我們稱為擦痕的痕跡 其實你看到這個擦痕的流動方向 所以其實這些就是一些 冰村曾經流動過的證據 冰村的擦痕 正可以解釋冰村是會不斷流動的 雪以堆積的方式進入冰村系統 而且轉變成冰 當冰一路增加 冰村就會在本身的重量壓力之下 由山頂的堆積帶向下流動 但在天氣越來越熱的情況之下 這裡的降雪量已經明顯減少 山頂的冰都所遇無幾了 經過這麼多天的行程 我終於第一次親眼看到冰村 這一刻的心情其實很開心 但來之前我做過一些網上的資料搜集 也看過幾本關於冰村的書 我印象中的冰村其實是很大片的冰 今天來到看到這個冰村 比我想像中面積小和窄很多 而且沿路上來的時候 看到瀑布和河流流得很急喘 我就想其實這個冰村 是不是真的融化得很快 會不會跟全球氣候暖化有關呢? 一想到這裡就會擔心 如果我過幾年才來 究竟還能否看到這個冰村呢? 在冰村多年來都可以讓遊客和研究人員攀登 但由於近年融化的速度非常驚人 令冰村的地形變得太陡峭、太危險 在上一年開始已經禁止任何的攀登活動 遊客來到就只好欣賞一下湖景和瀑布 其實早在1989年 德國就有學者每年來到這裡 了解冰村的情況 透過他們的研究 我們可以很清楚看到冰村的變化 短短十幾年 這個在地球存在了上晚年的冰村 已經變得面目全非 氣溫常升加速冰村溶化 並不是一個複雜、難懂的道理 不過我們一定要明白 氣溫上升 很可能是跟我們的生活習慣有關 因為我們日常生活所產生的溫室氣體 是會造成溫室效應的 地球外面的大氣層 主要是由氮氣和氧氣所組成 是地球的生命資源 同時也是天然的溫度調節器 正常的情況下 太陽的能量是以光波的形式 透過大氣層照到地球表面 部份的能量在溫暖地球之後 就會以紅外線的方式 被輻射釋放到太空 這個系統令地球的溫度 可以維持在一個適合人類生存的範圍 如果大氣層變厚或變薄 都會破壞這個調節系統 當大量人為產生的溫室氣體 被釋放到大氣層 就會令大氣層變厚 這樣的情況下 更多的紅外線輻射 就會被保留在大氣層之內 令地球的溫度越來越高 聯合國環境規劃處 在一份研究報告裡面 指出現時全球多個冰川的溫度 比起20世紀70年代增加了一度 人類有義務和責任迅速採取措施 減少二氧化碳和其他溫室氣體的排放 以降低冰川消退的速度 這件事刻不容緩 而你和我亦都可以出一分力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減少浪費資源 下一集 陳志雲、陳健鋒 和香港大學的陳隆生教授 將會繼續冰島之旅 透過登上危機四伏的冰川 替大家探討更多氣候的問題 有些最新的數碼單鏡反光相機 他們還會有GPS傳球定位 可以將經緯度、高度和時間記錄 在你拍照的時候的照片上 到時你看照片就知道自己去哪裏旅行 道路傷口 都沒有很多數碼 理想跟 Dot受製作得而言 到底做一個内容 是指摟出水 因益課題